我感谢能蒙福拥有骨肉的身体 这是来自天父的奇妙恩赐 我们的身体有六百多块肌肉 许多肌肉都需要锻炼 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 来执行日常的活动 我们可能耗费许多心思阅读和学习有关肌肉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样就认为能使肌肉更强壮 我们将会非常失望 肌肉要去使用才会成长 我逐渐了解到属灵的恩赐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些恩赐需要去运用才会成长 例如信心这项属灵恩赐 不只是一种感觉或心情 而是一项行动的原则 信心在经文中出现时常常和运用连接在一起 就像阅读和学习有关肌肉的事情 并不足以锻炼肌肉一样 阅读和学习有关信心的事情 而没有加上行动 也不足以培养信心 我16岁的时候 我的大哥伊凡22岁 有一天他回到家 告诉家人一个消息 他决定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受洗 我的父母看着他似乎有些存疑 我记得我并不完全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 大概一年后 他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意外的消息 他决定要去传教 这表示我们会有两年的时间看不到他 我的父母听到这项消息并不高兴 然而我在他身上看到明确的决心 这更让我佩服他和他所做的决定 几个月后伊凡在传教时 我有机会和一些同学规划一个假期 我们想要到海滩玩几天 以庆祝高中岁月的结束 我写信给正在传教的哥哥 告诉他我的暑假计划 他回信说 我们去了那个目的地 在途中会经过他服务的小镇 我觉得顺道去拜访他会是个好点子 后来我才知道传教师不该让家人来探望 我做了所有的安排 我记得我坐在巴士上 想着在这美丽清朗的日子 与伊凡欢聚的情景 我们会吃早餐 聊天 在海滩上玩 做日光浴 我们即将共度一段欢乐的时光 公车抵达终点时 我看到了伊凡 他身边站着另一个年轻人 他们两人都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 我下了巴士 我们互相拥抱 然后他介绍了他的同伴 我没有多浪费一分钟 马上告诉哥哥我那天的计划 但是我不知道伊凡那天做了什么样的安排 他看着我 微笑地说 好啊 不过我们有些工作需要先做 你要和我们一起来吗 我同意了 以为我们之后会有足够的时间到海滩上玩 那天 有超过十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我与哥哥和他的同伴穿梭在那个小镇的街道上 我整天对人微笑 和我从没见过的人打招呼 我们跟每个人说话 敲陌生人的门 拜访哥哥和他的同伴正在教导的一些人 在其中一个拜访中 哥哥和他的同伴教导有关耶稣基督和救恩计划 突然间伊凡停顿了下来 看着我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他很有礼貌地请我分享 对正在教导的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屋里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我勉强想出一些话 分享对救主的感受 我不知道我分享的事情对不对 我的哥哥没有纠正我 而是感谢我 分享我的想法和感受 我们在一起的那几个小时 哥哥和他的同伴没有花任何时间 专程教导我课程 但是我所得到的知识 比之前跟他交谈所累积的知识更多 我亲眼看到 当人们的生活中获得灵性的光时 他们的容貌会怎样改变 我看到他们之中有人如何在福音信息中找到希望 也学会该如何为人服务 忘却自己和个人私欲 我那时正做救主所教导的事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回想起来 我知道在那天 因为哥哥让我有机会把信心付诸行动 我的信心增加了 当我读经文 寻找可教导的人 做见证 为人服务等等 就是在运用信心 那天我们没有空去做日光浴 但是我的心沐浴在来自天上的光里 我甚至连沙滩上的一粒小沙子都没看到 但是我觉得我的信心 像一粒小芥菜种一样成长 在那个晴朗的日子里 我当不成观光客 却获得美好的经验 甚至在还不是教会成员的时候 就不自觉地当了传教士 由于福音的复兴 我们可以逐渐了解 天父如何帮助我们培养属灵的恩赐 它多半是给我们机会去培养那些恩赐 而不是在我们没有付出灵性和身体上 努力的情况下 直接给我们这些恩赐 如果我们与他的灵保持和谐 就会学会认出这些机会 然后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寻求更多耐心 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等待回复时需要运用耐心 如果我们想要对灵人有更多的爱 可以在教会里坐在陌生人旁边 来培养爱心 信心也是类似的情形 但我们心中有所怀疑 就需要信赖主的应许来继续前进 这么做就是在锻炼属灵的肌肉 让这些肌肉发达成为生活中的力量来源 一开始这可能不容易做到 甚至会成为艰难的挑战 主透过先知摩罗奈所说的这些话 适用于今日的我们 如果世人到我这里来 我必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弱点 我赋予世人弱点 使他们得以谦卑 我给所有在我面前 牵引自己的人的恩典是充分的 因为如果他们在我面前牵引自己 并对我有信心 我必为他们使软弱的东西 变成坚强 我很感谢我的哥哥伊凡 他不但跟我分享福音 也间接地邀请我去奉行福音 并看出自己的弱点 他帮助我接受夫子的邀请 来跟从我 像救主那样行走 像救主那样寻求 并像救主爱我们那样爱人 在那次传道的经验之后 过了几个月 我决定受洗 而且我自己也要去传教 让我们透过找出需要更多灵性机能活动的肌肉 并开始加以锻炼他们 来接受罗素纳尔逊会长的邀请 一心一意地归向救主 这是长途赛跑 而不是短程冲刺 所以不要忘记去做那些微小 但持之以恒的灵性机能活动 来增强这些重要的灵性肌肉 如果我们想要增加信心 就要去做需要信心才能完成的事 我要见证 我们都是慈爱天父的儿女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爱我们 他来到世上 向我们显明道路 然后自愿舍去生命 好让我们获得希望 救主邀请我们跟从他完美的榜样 运用对他和他赎罪的信心 并扩展我们所获赐的一切属灵恩赐 他就是那道路 这是我的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